当我看到这款车在马来西亚开放预定的时候 140 万的预售价 我跟很多人一样 我心里的想法就是 你神经病啊你 但是当我看到这款车的实车 我觉得这款车真的是美到让人窒息 我真的没有夸张 没有错 今天我们就来试驾这一款 BMW 在马来西亚最贵的车款 BMW XM 而且呢 这款是 M 部门的第一款 PHEV 车型 所以它有很多的第一很多的驚喜 首先我们先来讲一讲这款车的技术细节 这款车是目前 BMW 车系里面 它的 XUV 定位最高的那一款 它的平台基本上跟 S7 是一样的 同时都是 CLAR 平台 它的最大轴距达到了 310mm 这个是怎样的一个概念呢 你去看这 High Last 你就知道这辆车的周距就多长了 除此之外 这款车的车身长度也超过了 5m 所以可以看起来 虽然我的身高 181mm 但是我站在它旁边我就像个小孩子一样 接下来呢 在它的外观细节的部分呢 我觉得我看到这辆车我还是没有办法相信 这款车竟然沿用了那么多概念车的设计 而且看起来非常的前卫 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在这个 前面的这个 LED Daytime Running Line 非常非常的锐利 另外下面这个独立式的头灯柱呢 也非常的精致 加上前面有这个银色的四条跟钢琴黑做点缀 整体的前脸层次是非常的丰富 另外一点要跟大家说的是 未来马来西亚版本呢 也会是这样子的外观设计 所以你看到它出现在马来西亚的时候 我相信你一定会多看几眼 而且根据消息呢 目前马来西亚大概有 15 张订单的 所以马来西亚有钱人还是很多的 这个前脸还有一个细节 你可能觉得这个鼻孔很大 但是其实这个鼻孔大是有它的原因在的 你可以看到我的手掌是可以塞进去的 这个主要是因为它可以进风 它可以加强这个引擎的进气效率 还有散热效率 除此之外呢 在这边侧边还有在这边 还有很多的进风口 可以帮助它的这个变速箱的cooler 或者帮助引擎 或者是帮助刹车系统降热 来维持一个最佳的性能 当然前面也是有很多的Piano Black 我发现最近的BMW真的很喜欢Piano Black 所以买了这款车 PPF少不了 从这个侧边的设计 我们可以看到BMW球星跟球变的决心 因为这个设计跟之前所有的BMW车款 完全不一样 同样的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这个金色的线条 还有这个黑色的Piano Black 还有这个车身颜色搭配起来的组合 层次感非常的丰富 然后这个Sight Mirror 它是有着一个空气力学的设计 来降低这个风噪声 另外呢这边有一个口 就是充电 因为这款车是个PHEV的车型 它的电池组达到了25.7kWh 然后它的最大续航里程达到了88公里 所以意思就是88公里 你可以以纯电动的方式行驶 另外呢你可以看到它的RIM的设计 这个RIM的设计跟之前的BMW车款 几乎是完全不一样 Dorton Color但是在中间有一个硕大的BMW字样 它怕你不知道它是BMW 另外这款车是一个以后轮驱动平台为主的 OVD 所以呢它是采用前后配的设计 前面的轮胎尺寸是27535R23 后面的轮胎尺寸是31530R23 我这个穷人当想到这个轮胎的尺寸 我就已经很肉痛了 想想换一set这个轮胎要多少钱 而且它配备来是这个Pelary的高性能轮胎 抓地效果非常的好 你看看它的车尾设计 跟之前BMW所有的运动化SUV 或者是其他品牌的运动化SUV 完全不一样 它没有大压尾 它没有其他那种很激进的设计给你 它有的是一个比较方正 比较有棱角的设计 你看它的尾一直有那么小 然后还内建了这个第三刹车灯 然后在左右两次可以看到这个BMW的logo 然后这边有个XM黑金的搭配 看起来低调奢华 在尾灯的部分 你其实不需要去担心BMW尾灯的设计 3D LED的尾灯组 看起来这个识别度是非常的好 我个人是很喜欢这样子的设计啦 如果你喜欢的话 你也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知道 接下来就是这个防光板 还有这个排气管 因为一般的排气管是很像的嘛 对不对 这个是采用这个直列设计的设计 所以看起来也很独特 同样的也是有大面积的Piano Black 跟这个金色的线条做点缀 另外呢 如果你有注意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的前后 左右两侧跟后面都有镜头 它支援这个360度的镜头 而且这个清晰度也非常的好 我很喜欢一下啦 接下来就是这个 微箱开启 虽然讲这款车是采用这个X7的平台打造 但是实际上它是一个五座车型 所以可以看出就算有这个非常大的电池组 它的这个微箱深度还是非常的大 然后这边有个包包 上面写着SM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这个是它PHEV系统的Charging Cable 而且呢它们特别design了一个这样子的带子给你 100万的车子 就连这种带子都要有这个仪式感 所以 这个层面我觉得做的是蛮成功的啦 打开这个引擎盖 谁看的都会很嗨 因为这一具引擎是个4.4公升的V8双涡轮增加引擎 跟这个M5啊还有这个X5M、X6M采用的引擎是一样的 但是它的不同之处在于 它还有个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 在结合了电动马达之后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达到了646HP 峰值扭力表现更是惊人的800Nm 感觉很像柴油引擎是不是 但是它是一个纯汽油引擎加这个电动马达组合而成的 当然匹配的变速箱也是我们熟悉的ZF的八速自排变速箱 我可以跟你讲这个黄金搭档呢 你是不需要去担心这个动力表现的 而且呢可以看到在这个引擎室里面 它们有这个纵向的这个拉杆 来提高这个车体的刚性表现 这辆车的车重2700公斤 但是它的0到100加速只需要4.3秒 是不是很惊人是不是很恐怖 这个等一下我们试驾的时候再来讲 不过我可以跟你担保 它的引擎声浪真的是very nice 你看这个内装设计 其实差不多一样啦 但是它用了很多那种颜色的碰撞 所以呈现出来的感觉非常非常的好 棕色的皮革 棕色的Alcantara 青色的皮革 然后这边有这个雾银材质 然后有carbon fiber 然后有一个closed screen 这个closed screen呢 基本上跟其他BMW车款一样 非常的高清 系统也非常的快 而且拥有很多独特的功能 例如讲你可以通过这个M1 M2 来去custom map 你的这个悬吊啊 你引擎的设定 不过要告诉各位是这辆车其实是没有配备这个气压悬吊的 它配备也是一般的可调式悬吊 除此之外你可以看到这边这个内装哦 整个的感觉整个的质感 呈现都 我除了用棒我不知道怎样来形容 可能你会觉得这样子的设计好像很old school 但是我可以跟你讲 它的质感是无可挑剔的 尤其是坐起来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服 另外呢 它这边虽然讲它没有这个天窗 但是它采用的是一个 也是比较偏向Alcantara的这个车顶设计 有这个菱形的材质 左右两侧有这个氛围灯 当你启动引擎的时候 这个氛围灯会变成这个M的经典三个颜色 一直会闪动 整体的视觉效果非常的绚丽 另外呢 这边当然也会有一些氛围灯的设计啦 这个内装我不敢讲它好看 但是质感肯定是一等一的 完全不会输给同价位的车款 接下来我们来看后座 其实后座才是这个XM的精髓所在 虽然BMW从这款车在开发 一直到它发布都在强调这辆车是一个M车款 可是后座才是它的精髓 你可以看到后座我可以坐得多么的舒服 而且基本上 你触摸得到东西都是软着材质来的 就算是旁边都好 它都是有皮革包覆 而且这边有个非常大的置物空间 你要放你的电脑 你要放你的iPad 甚至你要把这个枕头塞下去都没有问题 而且这边也是有这个顶级的音响 跟氛围灯的设计 看起来非常的高贵 值得一提的是 它的这个音响是这一个Boris & Wilkins 整体的效果一级棒 另外呢这个乘坐感受 你可以看到我的脚这样子放 还有非常充足的这个脚步空间 我甚至我连这一个拳头我都不想去比 因为真的是太大了 另外这边有个小盖子 你打开了之后 这边会有一个USB 让你进行充电 另外这边还有这个独立的冷气控制 左右都可以独立控制 而且中间鼓起的面积很小 中间坐人的话也不会辛苦 但是我建议各位中间不要坐人啊 可以看 是不是感觉很像老板 这个就是一个老板seat 在那边睡觉都没有问题 另外呢如果是在马来西亚的话 你怕太热 除了这边有冷气出风口 这边也有 所以绝对不会被热死 这个你可以放心 试驾的一开始 我们就来停下这个V8的阴晴声浪 这个声音我跟你讲 这个价钱你买这个引擎就非常足够了 另外呢这辆车的驾驶感受 我要分成两个部分来讲 首先我先讲它的这一个动力配置 就像我刚才讲到的 其实这个引擎它是一个PHEV的引擎 如果你是在一般市区驾驶的话 你的电量足够的情况下 它是以一个纯电动的方式来行之 整体的感受是非常的流畅的 然后舒适度也还蛮好 但是你要大油门的时候 它的这个PHEV 就会跟V8的引擎做一个结合 所以这个引擎的加速还算是非常暴力的 加上这个声浪 可以让你热血沸腾 这个我只是用一般的模式去驾驶 这个ZF的八速自排变速箱 它基本上可以完全的知道我要什么 我就算是身材油门 它就只要把我降档 很快的它会恢复原本的档位 它可以让你维持一个非常平顺的加速表现 另外呢 当你需要动力的时候 它又会很果断 很激进的降档 给你一个比较高的RPM 释放这个扭力 我可以跟你讲 BMW你可以去担心它的外观设计 你可以去担心它的内装设计 你可以去担心它的组装品质 但是它的POWER TRAN 你是不需要去担心的 这一点 我相信开过BMW的人 应该都会很赞同 这个油电切换的时候 其实也不会很突兀啦 不过有时候就是 你可能在四驱驾驶的时候 起步的那一刹那 那个电动机感觉它的扭力 一下子没有释放 所以这个车辆会有一点点重拖的感觉 然后第二点 我要讲底盘 这个底盘呢 其实我今天驾这个车之前 就有人跟我讲 那个人就是那个代主义Uncle 他讲这辆车开起来 其实就是辆SUV的感觉 其实他讲的没有错 这辆车其实就是辆SUV 它基本上是基于这个X7打造 但是我在开X7的时候 我也非常喜欢这个CL AR的平台 基本上你可以感觉到这个车辆 是有一点点的笨重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2700公斤的车子 但是呢 它的方向盘转向非常的灵敏 非常的直接 虽然会有一点点的拖泥带水 但是我可以跟你搭包票 它会比起很多的SUV好开 尤其是现在我们是在这个 Arizona的这个国家公园 这个是一个山路 它的路段是非常崎岖 你要左下右下 但是这个车子 基本上都可以应付这样子的路况 而且开起来确实会有 不错的这个驾驶乐趣 像你看我现在我在过这个弯 我这个弯我会感觉到它有一点点的侧倾 但是这个侧倾并不会让你不安心 然后当前看我在紧急刹车 因为我前面有人 然后这个刹车系统整体是hold得住的 所以可以看得出 这辆车不管是在任何一个阴间 任何一个细节的调教 已经是非常成熟的 要知道BMW是第一次做这种超豪华的车款 它可以把这种细节拿捏得那么好 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值得称赞的啦 不过呢 这辆车也不是讲完全没有缺点啦 就是因为它的车程高度真的比较高 所以你在高速的时候它的这个风噪声会比较的明显 不过这辆车你买了之后 我是个人建议你 你不要把它当一台纯M的车开 虽然它真的是纯的M车款 但是这款车基本上它整体的设定还是比较偏向舒适 就像现在我们在这个国家公园的道路行走 这边的路况是比较糟糕的 所以弹调会比较明显 但是这一个XM的悬吊 它是一个可调式悬吊 它可以把这个车辆的震动吸收得非常非常的干净 尤其是后轴 因为一般上车子的后轴在吸震的能力是比较差的 可能是因为它的悬吊比较软 也可能是因为后面有一个大电子主压正的关系 所以整体的这个驾驶感受 确实是比较平稳 然后也比较少震动的 但是你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 车尾是比较重一点点的 因为电池主在后面 而且官方也有表示这辆车 其实并没有做到BMW很经典的那个50x50配重啦 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接受的 这样子的SUV开起来的感受 我觉得它的流畅自如 然后它这个非常灵敏就足够了 虽然讲这个非常灵敏是建立在跟通级对手相比 你不可以拿它来跟那种B segment C segment的SUV相比啊 如果相比的话它一定输 但是你跟到同样的E segment或者F segment的SUV相比 那么它的灵活性肯定是在它们之上 这一点是没有夸张的 OK 以上就是我对这辆车一个简短的试驾感受 因为我们的时间其实是有点紧迫 我们来美国大概只有三四天的时间 然后要跑很多对方试驾很多的车子 所以没有办法去跟大家分享太多一些感受 所以我也希望回到马来西亚之后 官方会有机会让我们去试驾这辆车来做一个更深度的分享 不过我可以跟你担保 用我的名字用Ivan的名字跟你担保 这辆车绝对是值得那140万的售价的 我们回到了话题的最初 就是140万买BMW值不值得 其实哦会买到这样子价位的车子的人呢 对他们来讲已经没有值不值得这一回事了 因为对他们来讲独特才是最重要的 其实跟我们也一样啦 我们买车的时候很多人会讲 哎呀你这个价钱你买这个车好像不是很值得 你买那个车比较值得 但是你还是会去买你自己喜欢的车 而不是听人家讲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重点是这个车子那么的独特那么的好看 讲真的买它有很容易吗 好像也没有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台车还是有它的魅力所在的 尤其是它整体的这个底盘质感还有这个引擎的动力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做得非常的好 当然你可能会讲这个4.4公升的V8双涡轮增加引擎 Rutex很贵 没有错啦 但是我们昨天有interview这一个项目的负责人 他们也表示在未来呢 这款车会加入一个3.0公升的直列6缸PHEV系统 所以那个版本的Rutex可能会便宜一点 只是不知道会不会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可是我觉得不管是哪个版本 这辆车其实都是相当好看相当值得的 因为我真的觉得它给到你的backage 是值得这个加位的 至于你喜不喜欢它其实是见仁见智 但是如果你试驾过这款车 说不定你会跟我一样 从讨厌它变成喜欢它 讲真的以前我是讨厌它的 但是现在我喜欢上它了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因为现在很热 我们还在拍影片 都晒黑了 OK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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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